想让沙漠玫瑰早一点开花 开的花多一点 应该怎样养护呢 欢迎们大家好 我是丰盖花卉 沙漠玫瑰不管是树形还是花色都特别的漂亮 它的品种也比较多 植株、矮状、美观、树形、古朴 在不开花的时候 也可以作为一个盆景来欣赏 在日常的养护过程中 比较容易碰到的问题有 第一个是 如果是管理不当 很容易落叶、黄叶或者是蜡根 第二个就是 开的花比较少或者是不开花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我就详细的讲解一下 出现这两种情况的原因 以及处理的方法 想要把沙漠玫瑰养活 养好到最后呢 还能够开花 首先要注意这五点 第一点非常的重要 就是土壤一定要选对 在配置盆土时 里面的颗粒含量 最好不要低于60% 其中里面的颗粒可以包括 煤球渣、砖粒、碗粒、珍珠盐、凸砂 都是可以的 其他的质量可以用30%的泥碳土 10%的养分 里面的颗粒种类最好是多一点 丰富一点 这样里面的养分就比较全面 透气性也比较好 不容易积水 就会最大程度的避免拉根和黄叶 第二点就是花盆 千万不要使用过大和过深 盆口的直径和高度比例为1比1比较合适 花盆的大小选择 可以根据直径的大小来决定 在一般情况下 种好以后 山莫玫瑰的树干四周 距离花盆的边缘 为2到3厘米就可以了 要是花盆选择过大或者是过深 就很容易出现拉根的情况 第三点就是浇水 千万不要过多和过勤 因为山莫玫瑰树干和根系 含水量都特别的高 光听它的名字就特别的耐汗 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汗死的 但如果是浇水过多 或者是盆土的透气性不好 那么就很容易造成 干部因为缺氧而腐烂 所以一定要等到盆土差不多干透时 它能再次浇水 每次浇水一定要浇透 可以反复地多浇几次 以上的三点就是怎样养活和养好 山莫玫瑰 想要让它开花 而且开的花还要多一点 就要注意以下两点 也就是今天要讲的第四点 光照一定要充足 每天的光照时长 最好要在六个小时以上 光照质量越好 光照时间越长 就开花越为有利 要是光照不足 就很容易只长叶子不开花 或者是引起土长 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 还没有发芽以前 就需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只要是温度在15度以上 光照呢又比较充足 那么沙漫玫瑰就很有可能 还没有长新叶就开始长花苞了 第五点就是施肥 我的施肥方法是 在苗期和没有开花的生长期 都是使用花刀刀一号 而那些大苗 在春季刚刚开始发芽的时候 连续使用两色的花刀刀二号 然后就是花刀刀一号和花刀刀二号 轮流交替使用 一直到花期临近结束为止 每次施肥 间隔的天数为10天左右 开完第一产花以后 再使用花刀刀一号 然后是到了8月份 再用花刀刀一号和花刀刀二号 轮流交替使用 这样做 开的花就会又多又大又漂亮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是苗情不好 或者是没有长叶以前 不需要施肥 再就是在每次花后 如果是枝条过长 就需要修剪一下 好了 今天有关于沙漠玫瑰的养殖方法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大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 欢迎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